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在影片開始前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今天一樣還是要來介紹小動物們的房間 但從這一集開始 我會用比較不同的方式來帶大家參訪小動物們的家 不論這樣的改變大家喜不喜歡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喔 我們今天第一個要來拜訪的是瑪莉亞的家 今天行程比較多一點 天才剛亮我們就準備在門口突襲了 他們房子外觀看起來相當溫馨 登登 這裡就是瑪莉亞與她的小孩的家啦 瑪莉亞的小孩是叫爺XX嗎? 房子內部使用了粉紅色拼布牆與松木地板 角落這邊放了套圈圈 看來是小朋友的遊戲區 還幫她鋪了小型的白色檢閱地墊 是個細心的媽媽呢 這裡放了木製矮桌與兒童椅 兒童椅還是草莓口味的喔 看來也是給小朋友使用的 桌子放在窗戶旁採光良好 是個細心的媽媽呢 因為家裡成員有兩位 床鋪使用了木製雙人床 可以睡得更舒服 仔細看的話呢 床鋪上面還掛著可愛的平衡吊飾喔 上面還有羊的圖案喔 能幫助寶寶很快的進入睡眠啊 真是個細心的媽媽呢 床的另外一側呢 放著木製矮櫃 媽媽跟小朋友的衣服都收在這裡面了吧 矮櫃上面呢有可愛音樂播放器 播著KK永炭調 現在外面剛好下起雨喔 在房子裡聽著這樣的音樂 非常適合喔 是個細心的媽媽呢 這邊還有洗衣機與燙衣板 洗衣機裡呢 放著的也是一堆粉紅色的衣物喔 難怪某個粉紅色愛好者呢 會把它帶回島上養 牆上有掛著可愛的壁掛鐘 不會錯過一整天的行程 是個細心的媽媽呢 房間裡還有櫥櫃式廚房 對開式冰箱大空間可以放兩人份的食物 地上鋪有調皮媽媽廚房地墊 一天的營養就在這樣的小空間中獲得滿足 真的是個細心的媽媽呢 倒敘 您等會兒 撤腹 hurts 不是 字幕志愿者 哈齊的房子外觀是…按照本人的大頭照去蓋的嗎? 這裡就是哈齊的家啦 用了冰雪壁紙與冰雪地板 看起來就非常的冷 把自己家當成是健身房就是了 運動時不用開冷氣 門口旁邊放置了一個雪橇 看似是讓人運動時休息的地方 但其實擺在這邊坐不上去 冰霸台上面有乳清蛋白搖搖杯 健身者的最愛我最近也都在喝喔 健身腳踏車 我不知道這個坐墊用這麼高 哈齊坐上去腳能不能踩到踏板喔 看來他是沒在用 這側放了速度球與沙巴喔 卡帶收音機播放的音樂是KK進行曲 非常的老派喔 這一側則放了橘重椅與跑步機 家裡連槓鈴都有了 哈齊看起來就是那種把薪水都花在健身器材上 把整間房子擺滿滿卻沒什麼在使用的企鵝呢 所以裡面有放置一間淋浴間 運動後可以沖澡 非常的需要 淋浴間與運動區域則用了一塊冰革板隔開來 家裡這麼多運動器材 卻是悠閒系的喔 那邊看起來 那邊看起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拜訪了前陣子不停攻擊人家村莊的雪莉 房子的外觀看起來像大野狼吹一口氣就會倒了 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雪莉的房子用了紫色摩勒哥磚牆與玫瑰木地板 是手女們非常喜歡的顏色 一進入口右側就放了浴缸 看來跟進香一樣回到家就想洗走 浴缸旁邊放置了藤邊邊桌以及藤邊毛巾籃 在另外一邊有藤邊矮桌以及做不到的藤邊沙發 藤邊沙發無法從側面坐上去真的有點可惜 雪莉睡在紫色的玫瑰床鋪上 床鋪上面有垂掉玻璃盆栽 都不怕地震是掉下來打到頭 雪莉真不愧是外國人 另一側角落房有三個藤邊系列家具 藤邊衣櫃 藤邊梳妝台 以及藤邊廢紙樓 大家有注意到目前介紹過的幾位手女們呢? 都非常喜歡聲色系的藤邊系列家具 在這邊雪莉還放置了一個鑄鐵櫃擺放生活用品 蠻可惜雪莉房間裡沒有音樂播放器 我覺得留聲機很適合送給雪莉 讓她擺在家裡放音樂 大家覺得呢? 這幾位手女們可以放置進來 在這裡面接到雪莉 每天都要放在樹莉 去天堡 夜晚餐 夜晚餐 一陣子 夜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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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字幕提供 星空牆與月球表面地板 我剛剛是走進了任意門嗎? 室內正中間放著一個飛碟 靠近就有外星人下來 章魚在家養著個 右邊還有人工衛星 連火箭與太空人都放在這裡 隕石與載人太空船也浮在這邊 章魚可能把自己的家當成科學博物館了 章魚到底是不是外星來的呢? 還是大家有沒有想過其實章魚他 摸過了很多次妹妹 章魚還是比中國,聽說這個混音 章魚不是出居物 章魚是相當的 章魚是相當的 章魚在教防射 章魚蝶子 不處理 章魚是貼著 章魚不是賣的 章魚是無宅館的 章魚是假使不會 章魚是有 ça 今天最後一站我們來到馬欣欣的家 我們可以看到她的房子外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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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馬欣欣的家 後院牆以及草坪地板 跟上一集出現過的阿牌一樣 是喜歡睡在戶外的動物 這邊放了搖烤爐以及生活用的柴火 不知道裡面烤的是不是阿牌呢 這裡還有花園水龍頭 照擺設來看可能是馬欣欣拿來洗澡用的吧 中間放了可愛音樂播放器播放著KK鄉村 馬欣欣家裡放了超多椅子 像這邊有鞦韆椅 這裡有花園長椅 這邊還有兩張鑄鐵花園椅 同時有六個人進房子裡都還有椅子坐喔 鑄鐵花園桌上面還放著茶具組合 好適合找其他村民一起來吃吃喝喝呢 因為這邊則擺放著一張吊床 只是以馬欣欣的身高來看 她睡在吊床上可能不太好睡 高個子美女的困擾喔 好看喔 好看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见咯 拜拜